其實假如說商學院的學生以後呢 具備有這樣的能力說真的 他應該基本上不怕找不到工作 有沒有 但如果你只會紙本的啦 說真的老闆其實現在好像要的 並不是要紙本上面的作業 還是比較想要這些東西 而且這方面其實需求量還蠻大的 比如說像那個股市相關的分析師 如果你沒有具備這樣的能力的話 那真的工作上就會是蠻大的問題 再來的話呢 學生是比較偏向生活的 想要知道說這個氣候 比如說降雨量、日照、平均溫度 跟這個什麼雲量做分析 像最近也缺水嘛 南部啊 其實道理一樣啦 後來發現他們也有做分析 後來發現跟颱風好像比較好 因為颱風好像那個什麼 中南部的雨量好像大部分 都是因為颱風的關係 像去年剛好就沒有颱風 所以就缺水 剛好那個學生上課的時候 也特別把這個提出來 OK 那其他的話就這樣 另外的話有什麼 YouTube的風格啊等等的 這個學生有做一些分析 然後成交量的部分 就是股市相關的商學院的學生 開盤等等的 這邊有一些相關資料 把它畫成圖 高的低的等等的 收盤的價錢 有沒有 然後一樣 這個股票持股結構 當然其實有時候 你要了解一個股票 是不是投資買進的話 其實還有很多因素 學生也是利用這些 把它做成一個自動化的程式 馬上可以知道 哪一檔股票 適合買進 這應該大家都需要 這要怎麼樣去做 那這部分的話 他就很快把它 退制成圖表 另外的話 還有學生做什麼 熊獅旅行社 受到疫情影響分析 這個 當然影響一定很大 它多大 OK 所以你會發現 他這邊的話就是 從哪去年 二零二 營收部分 能夠二零二零的 跟二零一九 你會發現 二零一九是紅色的 其實還蠻多 到二零二零的話 從三月份之後 幾乎都打趴了 OK 所以他們的營收 大概只有 可能剩十分之一吧 十分之一不是有 有大概九成的員工 可能要要 可能 也已經面臨到失業問題了 OK 這個是學生的這個作業 然後累積營收 你會發現 這麼多 到這麼多 應該是三千 到五百 等於是變只有五分之一而已 OK 那還有呢 疫情對捷運影響的情況 有沒有 這個是 這個應該是月份吧 從二月份 三月份 四月份 但是慢慢又回來了 OK 這個是台北捷運的運量 那 疫情對觀光客影響 其實當然可想而知啦 一定影響很大 多大 他學生也去抓資料 日本有沒有 你從幾月 三月份 去年三月 四月 四月幾乎就沒有人了 再到十一月 哇 完全沒有人 所以最近像我 離我家比較近 像九份 真的以前到處都日本人 韓國人 香港人 現在一個人 一個都沒有 現在只剩台灣人 OK 那 哪一些 疫情影響 像 南韓也是一樣 其實跟日本差不多 三月以後就幾乎沒有了 這個是 香港 澳門 也是一樣 那 只有一個是剛好 比較不一樣的 印尼 外勞 還是要持續進 OK 不是因為說 疫情的關係 外勞就停止進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學生就利用什麼 利用圖表的方式 其實圖表的好處 就是一目了然 本來的話 如果你給你一堆數字 哇 他眼花了亂 到底重點在哪裡 你給我圖就好了 對 那我才不辦法做決策 所以其實有些leaders 他要的就是什麼 快速的給我一些視覺化 我馬上可以判斷 到底哪一個方向是對的 我要做決定 那我怎麼知道哪個決定是正確的 OK 那就需要什麼 視覺化的輸出結果 那這個過程的話呢 當然是最後面的 那怎麼變成這樣子 那其實前面 我們主要是利用 Excel的函數 然後聚齊 VBA 然後再到樞紐分析表 然後再到網路爬蟲 然後結合在一起 就變出 剛剛各位所看到這些東西 那最後的話呢 我大概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當然這是我個人的心得 因為我 其實有點閉門召居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我自己 覺得比較好的方向 但不見得 一定都是完完全全是最好的 對我來說也方便了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我上課露營其實也有點私心 因為我很懶得再重講 因為我真的學生一直問我同樣的問題 我真的 脾氣都快上來了 對不對 你們應該也會吧 OK 但是你還要Hold住 你不能說 對不對 品心盡情 OK 有些遇到那種學生 一直問一樣的問題 你不是上次還問過對不對 你也不能這樣講 這個問題好像 好吧 就 OK 所以錄完之後 這個問題我發現 大致上 就比較 沒有發生了 OK 第二個的話呢 雲端講義 第一個環保 你不用印資料 第二個的話呢 其實現在學生也蠻喜歡的 因為學生現在基本上 非常習慣雲端的這種應用 因為他們現在慢慢也不太喜歡印出來了 手機上也可以看 平板上也可以看 電腦上也可以看 OK 所以其實對他們來說也蠻能夠接受的 那影片也是一樣 我剛剛講YouTube 現在小學生都不太看電視 都看YouTube 像我家兩個 我一個國小一個國中 每天都愛看YouTube OK 我最怕說他們眼睛不是很OK 所以我一直限制他們 但我會想一些方法怎麼限制他們 OK 所以在他們手機上安裝那個監控軟體 對 時間到就不能用了 對不對 要限制他們 OK 那我覺得這兩項 以目前我來做來看的話 我覺得相對起來幫助是還蠻大的 因為第一個 減輕我的上課負擔 第二個的話呢 成效其實還相對是還蠻顯著的我覺得 OK 但是可能會需要做一些前日作業 就是說第一個 你要習慣用雲端 OK 不知道大家老師們 對使用雲端是不是很熟悉 可能有時候你必須要破釜沉舟 就是說呢 你以後載我 以後你要寄東西的時候 千萬不要拿紙筆 請你把手機拿出來 或者電腦直接打 就不要再手寫了 不過這個可能是使用習慣慢慢改變 第二個的話呢 你要經常用雲端儲存資料 所以你很多電腦上面的資料 可能要想到一個部分 就是如何把它上雲端 第三個慢慢習慣 跟大家用雲端的方式分享資料 OK 如果你沒有這種習慣的話 那可能以後要把雲端 結合在教學上面 就一定是個問題 OK為什麼 因為老師自己都用不習慣了 更不要說要教學怎麼使用 而且現在學生很厲害 學生比你還熟 對不對 所以呢 你要怎麼樣慢慢去習慣這件事情 他我已經用得非常習慣了 因為我已經很早以前就破釜成舟了 反正我只要用紙筆的情況下 我都不用紙筆了 反正我都用就是敲鍵盤 或者直接用手機上打 OK 那還有另外第二個 錄影 錄影可能要克服的點 可能要更多 但你剛開始也許不需要 做得那麼面面俱到吧 也許啦 像我剛開始就 只有錄聲音就好了 那跟畫面 沒有把自己錄進去 剛開始的話 也許做一點做一點做一點吧 然後慢慢再增加 那有些老師可能剛開始 不太習慣 就是直接一邊上課一邊錄影 那沒關係啦 你可以克服自己花自己的時間錄吧 但是會有個缺點 就是會佔用到自己的時間 因為你變成說 你回家還要再花一個上課的時間 把今天上課的東西 再講一遍錄下來 OK 那當然我之前也想過啦 我也曾經這樣做過 但是我後來發現喔 真的好浪費我的時間喔 OK 所以呢 不如這樣 我就慢慢訓練我自己 具備有一邊上課 一邊錄影的能力 後來慢慢發現 好像越來越上手 剛開始是有一個撞牆期吧 因為要克服什麼 克服那個好像會有一個東西 一直不斷錄影 就是會有一個壓力 好像感覺 而且甚至我這影片會放YouTube嘛 那變成說 我會有一個壓力 就是這個東西呢 會讓所有人都聽到 那如果錄得不好的話 底下會有很多酸民 會開始批評之類的 壓力就很大 但後來我發現喔 真的還是要平常心吧 OK 後來我發現 幹嘛壓力那麼大 你愛聽你來聽嘛 你不來